你孙女有没有跟你讲说那个章鱼游戏啊 什么章鱼游戏这又是在演哪一出 韩剧的章鱼游戏那个123木头人 你孙女有没有跟你讲 担心隔魁苏贞昌没跟上潮流 国民党立委李贵敏还补充是123木头人 但大家一听就知道他想讲的是鱿鱼游戏 这下鱿鱼变成了章鱼苏贞昌也不知道 不是我孙女跟我讲 这个已经电视上各方面都有 李贵敏咨询虚拟货币跟元宇宙这些新兴商机议题 突然话锋一转问起鱿鱼游戏 原来是在铺梗要问最近也很红的鱿鱼币 不过委员又错了 章鱼币我先跟运长报告 章鱼币才在三四天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从四块钱然后跳了两百倍 全球掀起鱿鱼游戏热潮 立委们抢答话题要避免出球 或许可以学这一招 立委叶玉兰跟陈韵珍穿起绿色运动服 挑战鱿鱼游戏里的角色 虽然跟剧中女主角差很大 但起码不会把鱿鱼当章鱼 闹出大小话 TVBS新闻李国真理平台北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